你好,我們講解紫外光陰 吸文件紙張用,是水性油 新造型來講,你會發覺 一吸的時候,你會發覺有個很明顯的水控 必須要等它光透,然後才照燈用 但我們現在試一下照燈的效果 這裡有四個 這個是最新的,剛剛吸的 明顯看到有個水控 但是這些較早前,釀膜在半個小時前吸的 它開始乾透了 就開始沒有了 剛剛吸的這個,本來都很濕 現在都乾透 它一定要等乾透,然後才照燈 才有好的效果 做法就是這樣 它未乾透之前,在紙裡都會看到有個水控 因為纖維遇到水,它要吸水是正常的 但是一定要等乾透 乾透了效果才是它發揮效力的時間 吸的時候呢,輕輕地一吸一放 還有你日後呢,你有需要再訂墨水再加密的時候 切記,千萬不要多 大致上在一滴至兩滴 你就足夠可以用很多白刺 因為這些水是納米英 如果你日後有需要吸皮膚,吸玻璃,吸膠 那些就不可以用這個印了 因為這個是水性貨文件用的 那呢,專業的UV印是分開三種的 一種就是水性吸紙用 一種就是吸玻璃,金屬用 另一種就是吸皮膚用 就不可以說混在一起用的 是分開三種不同的 那這樣東西是有個分別的 你看到了,紙上面已經是沒有了 沒有水控了 你再吸,很明顯會見到水控的 但是當它乾了,沒有 它又是看不到 就算看到,都是若隱若然 等它完全乾透到,直接是沒有 那之前吸了那些,已經幾乎沒有了 那當然呢,它最後一張紙越來越來越乾 好像剛剛這個,剛剛吸完都好 它轉一下頭,它都一路淡了 那當然,同一個揮發性有的 如果你想它快點乾,你就找個風筒吹一吹 如果你說,你不是真的那麼急 你第二天才用,那就沒問題的 多謝你,我是Wayman 多謝你 多謝你 不在男生